答案应该就做这个 那这个只是仅供练习 仅供参考 OK 不过我觉得啊 工作里面还是有很多是不看月日的 两者可能你要按照实际上工作逻辑 你去给正确的公式 不过这里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地方可以再更亲近 哪个地方呢 2023 因为如果你想说今天2023 那如果明年假设明年打开这个资料就不对了 因为明年的话是2024 所以你想说老师那这个地方我可不可以把2023 改成让它自动去抓什么 去抓那一年的年 这个比如我今年2023 明年的话2024 自动跟着每一年 而有一点也就是自动去抓那个时间 哪一年 那要怎么做 那关键的部分 其实就是要用哪一个呢 其实这个假设你要哪一年的话 那你就是可以再用一个函数 我在旁边这边练习 我在N欄这边 你可以插入环数里面 用那个叫today 比如说我会想要抓 自动抓取 今年是哪一年的话 today按确定 然后因为它没有引数 按确定就可以 它会自动抓到2023的2月 就是今天日期 可是你想说老师那不对啊 可是我只要年的部分怎么办 跟各位讲 如果你只要年2023的话 只需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在外面再多包一个函数 叫做什么呢 知道吗 只要年喔 那我只要在外面再包一个函数 就可以取得年的部分 哪个函数呢 义尔 OK 那怎么包很简单嘛 在外面 你其实你打个Y有沒有 这边就出现了 点两项 前刮弧 后刮弧 应该知道吧 这个是取得年月日 三个都有 那如果我只要年月日的义尔 你打个勾 有沒有發現 他出来的话呢 就应该是2023 可是你说老师不对啊 为什么他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一样 跟刚刚一样 他回来如果说出现这个错误 你可以再做多罪 因为他以为他是日期 所以你只要按右键 除成个格式 把它改回什么 通用就可以了 按确定 2023 所以刚刚好像你们也有类似的问题 记得哦 按右键 他因为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问题 因为 Excel以为 你刚刚那个资料是个日期 所以呢 就用日期的格式来帮你把它显示 但是 如果你想要改回来的话 很简单 按右键 对 除成的格式 他如果改错 对不对 把它改为通用 通用的话 就原来的格式 按确定就可以了 2023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以 我想要知道 今天是几月份的话 怎么做 其实哦 如果你要知道今天是几月的话 很简单 只要把义额改什么 应该用拆的可以拆得出了吧 今天 今天这个日期是几月啊 应该用哪个函数 乱拆也没关系 拆错也没关系 知道吗 曼时嘛 有没有 一额不是取年吗 那曼时不就取月吗 所以如果你打一个曼时 有没有 如果你曼时的话 意思是说我要取得今天日期里面的月份 打个勾 二月就出来了 那如果今天几号 那很简单嘛 这边不要曼时 几号 今天十六号 用什么 day day day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什么 哪几日的意思 所以day 然后呢 直接打个勾就可以了 day瓜阿虎里面放the day 今天的日期十六号就出来了 所以啦 以后如果你要取得一个日期里面的 年的部分就用year 月的部分就是曼时 日的部分就是day ok 所以月曼时很重要 ok 好 那我们 这个部分讲完之后 其实这栏位就把它删掉 留下daydiff就好了 因为这个证照考试的部分 它只需要我们做这个结果 那后面其实它有个需求 什么需求 那你请你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后面 再加上什么呢 再加上一个 有没有 你看看 几岁有没有 那我们现在有几岁吗 没有啊 有没有 54 那后面怎么加几岁 方法有两个 一个是直接在这个公司后面加一个end end后面加一个文字 文字的话开头一定是双引号 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税就可以了 几岁嘛 所以你就打一个税 然后记得后双引号 然后记得后双引号 那表示说 我把这个的结果 后面再串一个税 end的税 可以打勾 看一下 有没有 向下填满 有没有 全部都有几岁了 但是 这个方法呢 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呢 它原来里面的数字 就不能拿来做计算了 因为它变成一个 本来是数字哦 有没有 54 是一个数字 但是因为你加了end的税之后 它就变成54税的文字了 所以就不能计算了 那 方法二 这个是方法一 方法二的话 我是觉得 这个是题目要做的 题目要做的部分就是 他希望呢 用制定格式的方式 他不是 不可以用函式 我刚刚是用函式的公式 去做的哦 所以如果按照题目要的哦 那就要方法二 方法二的话呢 如果要做出 几岁哦 不用刚刚这个方法 我把这个delete掉 恢复一下 如果不用方法一的话哦 那方法二就是 一 请你把 D2一直选到下面 选到下面 一般习惯的是Ctrl-Shift向下 游标先放在D2 Ctrl-Shift向下 这样子全选 全选 全选 意思就是从D2 帮我选到最下面 好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 请你按滑鼠右键 在选取的范围按滑鼠右键 找到儲存和格式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话 请你找到数值里面有个制定 那制定里面特别重要 如果它里面是数字的话就是0 所以你就是先加一个0 然后面的话 就是直接补一个税就可以了 那税 所以记得前后呢 要加上双以后 意思是说我要补一个税 在这个数字的后面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出现54税 按确定 全部都OK了 那你想说 老师那这个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最大的不一样 是这个税 刚刚那个方法 是直接就串在54里面 也就是这个资料 就是储存的是54税 可是呢 用这个方法 它只是格式 那什么叫格式 格式就是表面上看到的 是54税 但实际上呢 存在于sale里面 就是存54 它这个税 没有存在资料里面 那这个税值值 只是表面上看到的 并不影响说里面 这个将来 如果你要拿来做计算的话 其实不影响 这点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也许啦 今天的话呢 我们大概就是 开个头 那这一题的话 也许 你们就是暂时先把它 先存在 如果你有随身跌的话 你就把它储存起来 如果没有 你就放在云端 你自己的云端里面 好了 另存新档的话 你就把它存成叫什么 叫 exa a的话就answer 然后104 因为这个练习是104 然后先把它存起来 那因为这一题还没讲完 所以下一次上课的话 原则上呢 我们就从 这边开始了 然后把后面部分 通通都完成 它里面其实这一题 最难应该是上课人数 比如说这个班 到底有几个人上 OK 那怎么会知道 其实我看 这边好像有什么 这边班别 比如说修这个课的 修这个课是 修什么课 修C04 有几个 那以前你的做法 可能就是什么 切到这边来看一下 C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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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C04 三个 C04 对不对 或者是说 有些可能比较聪明的 就Ctrl F Ctrl F C04 C04 有没有 尋找 有一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还有吗 没有了 要跳回来 所以以前的做法是 直接在这边输入七个 那如果你是这样做 假设这 学生有 一千个的话 恐怕你做到下班 你都做不完 所以这一题 它会用到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叫什么 叫做Count if 让你非常惊艳 只要你会Count if 哪怕他有一万个要算 啪 你只要公司做完 一下子全部都做OK了 你就不用一下慢慢慢慢自己去找 所以请各位 先把那个 题目部分先了解一下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一题 原则上 因为今天的话 等于是预备周 等于是让各位先 试一下水温 那大概知道一下 可能下一次要记得网址 就是我们上课这个网址 gg.gg 斜线PPT to Excel 那将来的话 原则上上课 我会把那个 相关的档案啦 题目啦 讲义 都会放在云端上面 那你们上去找就好了 OK 那尽可能的话 我会把我比如讲到的 有一些补充资料就放在云端上面 那如果有一些连贯的动作 我会把它录影下来 那录影的连结 我会把它贴到那个Portal的最新消息 所以如果假设你回去需要再复习的话 那你们就可以直接在自己再看一下影片吧 因为有些地方 可能有同学已经会了 那我就做快一点 有些 有些同学可能比较不熟 那自己再看一下 那理论上跟各位讲 刚刚做的这些Excel里面的函数 其实都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能连贯的把 这些公式快速的产生的话 我跟各位讲 以后你的工作效率一定不可能太好 如果不可能太好的话 你每天都在那边土法炼钢 真的事情永远做不完 那当然最好的方式 如果可以 自己会写程式 那以后很多事情都会一劳永逸 而且效率真的是 应该不只倍增 百倍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部分 请各位先熟悉一下 那我们这个课程 理论上前面的部分 会主要带一些 我觉得 比较重要的一些 证照考试的题目 比较符合我们 学习大数据统计 分析使用的这些题目 那 所以回去的话 有时间 可以自己再稍微练习看看 那至于就是说 网路上 其实YouTube上 其实也有很多教学 针对那个TQC的那个 这个什么 这个解答 其实网路上其实也有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网路上搜寻一下 应该也都有 那我主要重点 应该是放在 可能网路上面 它只是纯粹解答 如果除了解答之外 有一些你应该知道 可是却不知道的部分 我会稍微再做说明 因为有些网路上解答 纯粹解答而已 它也没有特别 针对那个 资料里面做一些说明 OK